我們要講說 公務所是用線上的醫院 所以他人到哪邊 他都可以醫院公館 然後就是 他有去美國啊 去加拿大啊 他就有很多地方 他就想說是加拿大部的文字 然後他說 我們要先講 因為剛剛我們講到部落人 然後他就說 他到加拿大這個 BC 森去探館 BC 森就是那個 北部的 林哥華賽的那個 森入棋森 因為這樣他會每個 森或者是中森 然後他就說 加拿大的 BC 森就規定 每一個中學畢業生 都要有一個Econvolio Econvolio是一個 異化的變子檔 Econvolio 應該只是說一個網詞而已 然後這個網詞裡面 它記錄著 就是這個學生的語迹 這個語迹就是說 從你佛教到高中的各種表現 你的成績 這個Econvolio 它可以包含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學校可以給你的部分 學校可以給你成績 給你一些學期的紀錄 另外這個Econvolio 還包含你自己的部分 那你自己的部分 就有點類似 比如說網詞 或者是網頁 它收集你的 收集你的東西在裡面 那它是規定 從我每一個中學畢業生 都要有這個東西 所以它是要的一個過程 就是說你從國小 你就要開始做 比如說高中 那你剛才 如果在 BC 森推薦 用 BC 森推薦大學之後 BC 森所有的教授都不會要求你 他就是要看你哪一個過程 就是看你那個過程 然後你收的 你就是給他一個位置就好了 這是他們的規定 然後他就說 這個商法 在台灣的教育部 它有開始在研發 是必要讓我們確實這個過程 那像現在老師 這樣你們做的東西 就是一個開始 有一點那種感覺 只是說我們可能還沒有 就是還沒有做得那麼完整 那另外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直接上的一個區域 直接上的一個區域 那隨著那個往事啊 你不要說 那個作業 可能是你一天 一次大學 兩次大學 可以完成 你要看你怎麼樣去規劃它 或者你怎麼樣去規劃它 好 那 你在先問我寫那個作業啊 我出的作業都是放在這裡 好 然後它就會自動 所以就會沒有收到資料 表示你沒有加入它 好 那你就 你就沒有辦法收到資料 好 那 那個作業就是說啊 我要你寫一個 像我們說 第一章 我們在講說要做一個 有資訊素養的人 好 那這個資訊素養的人 他有在一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會收集資料 有一張搜集資料 有一張搜集圈上去寫的 How to get information 你怎麼樣搜集資料 然後第二個搜集資料 之後你怎樣 How to evaluate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評估那個資訊 好 那評估的資訊之後 你要做一個 他說你要 make an e-form e-form的 procedure 就是說 你要做一個有根據的決定 好 你這決定不是隨時 就是憑感覺 你要做一個有根據的決定 然後要理想一個指定 把那個東西算清了 然後就是一樣 你把這個作業 平時貼在用做的上面 用做的情況 因為我怎麼會寫不重要 然後你要把它放在這個文件上 好 就是你的作業 好 那我們呢 今天會上 第二章的 第二章 第二章總共有三篇 然後我們打算上到軟體部分 我們就會大概在第二次月討以後 我們會按照那個資訊部分 那個計算器概念就會大概是百分一個段多 就會開始跳一個整體 好 那我們再回來看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 用我們去看一張書 我剛剛還因為這一張的字體被笑了一下 等一下講給你們 你現在講可以去不找 待會就會找到 好 被人家取笑 被死笑 竟然連那些東西都比 因為剛剛有一個問題 然後等一下講就是要很考試的問題 然後我就打電話 因為姊姊老師今天帶同學去 有幾個比較底層的設計 然後我打電話問姊老師 過完之後他叫我去考慮 所以他有講給你們 可以考慮就這樣 好 那個 OK 那我們今天要講第三張裡面 這是第一節 第一節是我們上次講的東西 那上次講的東西 包括說這個主機裡面 右邊的部分 右邊的部分 有CPU 有記憶體 然後還有 那還有 阿樂里的穿著 device 就是其他的設備 像我們主機板 還有那個其他的卡 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 Storage device 那Storage device 包括 好 那這個Storage device 這個是 它是儲存單元 好 那但是它是永久儲存設備 它跟它不一樣 好 它只是一個 暫時存放的空間 好 就是說 CPU 但是不是 只是說它的重點 不是在儲存資料 然後它是說 我的Storage 我有事情 要交給CPU 處理 它會先把它丟到Memory 先把它丟到Memory 然後CPU 到Memory去拿 好 那Memory 就是說 它是關機 它東西就不見了 所以它是一個 暫時的儲存設備 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Storage device 是永久的儲存設備 好 那永久的儲存設備 好 那永久的儲存設備 包括像 我手上拿的這一顆 硬碟 它是永久儲存設備 那我們現在 抓出來的資料 就是從硬碟裡面找出來 好 從硬碟裡面找出來 然後呢 還有 像 你的作業系統 就裝在這裡面 好 那你的 一些百分之分在這裡面 是硬碟 好 那它是一個 最重要的儲存設備 好 就是用碟 好 那 那個儲存設備裡面 我們還會看到 這個是軟結機 好 這個是軟結機 好 這個是軟結機 它放一眼睛之內 兩分之間 好 那另外 這個是光結機 好 這個是光綿結機 好 那這個光綿結機 好 那這個光綿結機 好 那這個光綿結機 嗯 因為我是拆壞的 給你們看 好 那所以 基本上現在 光綿結機 大概都會裝在你的 主機器 好 主機器 好 那 這個單一個東西啊 是目前的 旨存設備的主流 好 裝在你的電腦上的 可是像這個 像我這次主裝電腦的時候 然後啊 我就沒有滿值年紀了 整個兩百五十塊 因為沒在用啊 好 因為 那個網路的房間 這個或者是說 你有水燈碟啊 有M3都可以裝 但是我根本就沒拿 好 那基本上 這三個東西 都是要裝在這個地方 好 裝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三個東西 裝上來啊 都要裝兩種鍵 好 一種是這個彩色的這個鍵 好 那這個鍵 就是在工業用的 好 在工業用的 好 在工業用的 你要插 插電進來啊 好 把它 你才能夠打開 好 那有時候啊 有人嗎 嗯 嗯 在旁邊 往前喔 沒有人啊 哈哈哈哈 沒有好不要人 然後會有人跳過 然後就老闆們說 有 好 好 然後 OK 這個 裝線 這個是 有時候啊 你的光碟器 你怎麼按啊 它都 就是不出來 吃不出來 有時候 對 有時候 就是啊 這個這個鍵啊 充掉 這個鍵充量 它都沒有電力 它就不能開啊 所以你就是打 把那個 打開那個鍵 電腦就裝上去 它就好了 好 就這種 就好了 對 好 怎麼了 這 好 然後啊 這個 這邊看起來 所以啊 這個要裝上 每一個設備上面 都會裝上 門線 然後它很像是 有一點像高速公路 那樣 它在運動資料用的 然後在運動資料用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 就是要裝上去 都一直在 都一直在 好 那這個這一集在 好 我先挑到 就跳到後面 好 好 那我們先看這一張頭頂線裡面的重點 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有 就是儲存設備的基本概念 好 那我們再講 再講到 各種不一樣的 例子 像我們剛剛有猜過了 好 那第三個 它在講 TAPE 好 那TAPE是 TAPE是 那個什麼 就是 像唱片一樣那種東西 好 然後也有人在用 TAPE 好 那這個是Optic 就是光學的儲存設備 好 那光學的儲存設備 就是 那個 DVD啊 CD那些東西 好 那 12345 第五個重點 我們要講 Storing Data Infile 就是要講檔案 好 檔案 好 那File Systems in Business 好 那這個地方 我們會跳過去不講 好 那我們先看這一張頭影片 好 那這張頭影片 它在 這樣 修存設備的 concept 的觀念 好 那設備的觀念 它把它分成兩個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是Storage 這個是今天要講的東西 好 那Memory 是上禮拜講的東西 好 那Memory啊 我們上禮拜 我剛剛看到 一直在講Run 好 那實際上有一個東西 我沒有講到 它叫做Cache Memory 好 那Cache Memory 它是又介於CPU跟記憶之間 好 所以它Cache Memory又像RAM的倉庫一樣 好 就是CPU跟Memory之間 又可以再加一個Cache 好 那加了Cache之後 電腦的速度會更快 好 那所以這個Memory 它把它區分成Cache跟RAM 好 好 那這個RAM呢 存取速度是很快的 Page 可是Page更快 好 加了ESP 好 RAM 就是High 那這個Memory之間裡面 那這個Memory之間裡面啊 就是 其實它是我們的信仰商 然後就跟一個工程師很熟 可是那個工程師其實也不熟 他到別人家 可是到別人家之後啊 就是我就跟他沒有合約 可是那個工程師很 很好 就是我問他問題 他就是會 像其實我都會問他 阿到他很忙 然後他很忙 然後他會再補給我 什麼電話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 可是我 我要跟他講問題 很難描述 沒有 打電話 沒得太難了 好 時間去有什麼用 打電話 就沒有在機房子等我 好 然後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好 OK 好 那我們在講這個 Durling Durling 阿其實我已經 忘了我怎麼樣在那裡 我已經想不起來 但還是不知道 口牙 不是口牙的人在那邊講 等一下 我不敢問他 好 那我會講這個 那個 Sellage Sellage 最主要的組織設備 就叫做到硬碟 那那個 有時候 英文上面 他會寫HDD 就是HDD HDD HDD 然後他的組 那個 組織的速度是 Media 就是差不多 那 但是啊 OK 我們所有的東西 就是存在硬碟上面 那另外還有CDROM 那CDROM嗎 CDROM 這個肉 這個肉是代表BID only memory CDROM 你永遠只能把東西 讀出來 那CDROM 那CDROM 純矩 就是Slogan 所以很慢的 然後他的價格 非常的便宜 就是 52倍數 可以到1000塊吧 好 他是很便宜的東西 好 所以各位同學 如果你的硬碟夠大 有時候你在CDROM 裡面讀舉東西 如果你覺得很慢 你可以把粉的東西 都烤到一點 年紀 他會比較快一點 好 他會比較快一點 好 那你如果有本事拿 考到銳碟的話更快 那就更多人考進去 好 那這個Begas Take 就是 你也也 那 那個時代 那時代 時代好像是very slow 然後就要點slow 因為沒有人要用 好 那這個基本上 我們現在是經常在 沒有人會用到這個東西 好 沒有人會用到這個東西 好 好 這個是組成設備 大概有這些東西 Storage Concept Memory Storage 那它的速度是這個樣子的 好 那再來 好 那我們Storage Device 就分成兩種 存取方式 好 那有一種存取方式 叫做 Special 那Special 你可以這樣想好了 Special就是依序的 好 那依序的就像是那個 配合啊之類的 那個如果你是用音帶 好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用音帶 聽過音樂 好 如果有就是說 如果你要聽到第一次的 我就必須一直轉 一直轉 一直轉 轉帶一直轉到第一次的 好 這個叫做Special 好 那這個儲存設備 你很Special的 跟你配合的方式 好 那這個Random的 我們現在問的都是Random的 好 像蝴蝶線啊 蝴蝶線啊 蝴蝶線都是用Random的 那你要到哪邊 那直接go directly 我要到第一次手 我直接按第一次手就好了 好 這個MORE EXCENSI 這個現在也還好 因為這個就是要 這個 這個 頭一天 大概四年一天 頭一天 所以它有一點點落差 我們要用現在的角度 現在的角度去看 好 有一些東西會變 有些東西會變 好 那一分後就是Big Drive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東西 都是 好 那這個是那個 Deep 好 這個是蝴蝶 那蝴蝶 這樣子 蝴蝶 蝴蝶 然後這樣 這個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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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我們看到這個圓圈圈 有沒有 它有一個圓圈圈的樣子 然後這個樣子就是 裡面就是這個東西 但是問題是它 什麼跟蝴蝴 它中間有一個蝴蝴 它中間有一個蝴蝴 我只是想要把蝴蝶 它就從這邊 有看到我 我是不是就拆 我這個 是不能拆的 這個一拆 有蝴蝶 好 是你嗎 有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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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你知道嗎 是這種東西啊 它 它靜止在層層裡面正常 好 因為它靜止裡面是只有 不得一點點的灰塵 靜止在完全層層的 設備裡面 正常 然後 就這樣子再說整 裡面是 一點東西都沒有的 好 那像我們說 電腦壞 什麼資料壞掉 資料寫出來 好 如果你是中毒 好 你可以找檔案 可以 好 可以直接 可以讓我們直接不出來 但是如果我說 如果你的電腦是 譬如說 像這個資助點 對不對 你在這邊刮一刀 你刮一刀 刮傷了 你的資料 讀出來 就讀出來 它就是資料回來 就是沒有辦法 好 然後 就是說 有人專門幫人家 或是有人幫人家 對 就是只有這種東西 但是啊 我最近真的 剛剛那個公演的時候 我想說 因為我想說 台北有人做過 但是它非常的昂貴 好 所以你要去 你要去花這種錢的時候 你要想看 裡面的資料有沒有那種價 好 因為 那個資料很貴 很貴 好 然後 所以 就我目前的條件就是說 你硬碟一刮傷 那就沒得救 好 沒得救 好 像你硬碟雖然有保護 大概都有一年 現在都有三年 但你保護換哪一股 你只能換到一顆全心的 那裡面的資料呢 就是沒了啊 好 沒了啊 你沒有保險 好 所以啊 因為你這個 重要的資料 就是要做悲憤的 好 因為這種東西 會壞掉 怎麼樣的話 其實有點 難說啊 所以 你認為重要的資料 就是要做悲憤 沒有其他的方法 沒有其他的方法 就是要 用那個什麼 你可以用那個 去用 用那個什麼 倒入去跑出來 好 或用 或用 放在廣誤的資料心裡面 你就是要另外出版 你就是要另外出版 好 然後 然後 像這個單電腦的時候 要小心 那小心就是說 你自己這樣 摔壞 或者摔壞 或者摔壞 好 好 那 那 這一句話 是我被造的原因 好 這個 before this can be used 在一個 詞節片 可以被使用之前 你必須要 for magic 那for magic 就叫做 格式化 好 格式化 但是啊 我剛剛會被造 因為我買了幾顆 行動節 那一顆行動節 他不能用 我 我裝上去 我讀得到 可是他不能用 好 不能用 他不能用的原因 是在於他沒有 格式化 可是我完全忘了 格式化 這件事情 因為我認為 他本來就應該要 格式化 好 那事實上 像你們可能都跟我一樣 跟我一樣 好 最早期 最早期啊 連詞片都要格式化 好 好 那就是說 那一片直線給你的 他沒有這些格式 全部是一張空白 好 全部就是一張空白 好 那一張空白的情形之下 你要去做格式化 他才會把它切割 他才會把它切割成 這個樣子 那切割成這個樣子 之後 你才可以用 你才可以用 好 然後 如果你要 直接要做格式化 很簡單 好 好像我的電腦裡面 好 那假設說 我有A磁碟機 按右鍵 因為我沒有磁碟片 好 這邊有一個功能 叫做格式化 好 那我這樣子一格式化 我一格式化 我 就是其實 他就會幫你畫成那個格子 那你如果是全新的 就是格式化好了 那如果說你是一張舊的 有東西的呢 就是那一張十天 他整個都會 東西都被清掉 然後他就幫你把格式化 這個叫做格式化 那有格式化之後的東西才能夠用 好 那就是軟鐵機 那中鐵機 欸那個硬碟要不要格式化 硬碟如果我這樣子格式化之後 我會怎麼 我如果現在做了這件事情 格式化 我說了一下就毀了 因為他就是 把它弄成全新的狀態啊 好 他就把它弄成全新的狀態 好 這是格式化 好 那我剛剛是裝了一顆新的 行動碟 好 我們現在的那個 酒酒組成設備 除了我剛剛擋的這些東西之外 那還有那個 隨身碟 好 那現在隨身碟啊 你是不是拿來就用 都沒有格式化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他認為你需要這些東西 所以啊 在出檔了之後 那個鐵鍵 他早就幫你格式化 然後呢 那個 那個 連連到你格式化 啊那個 隨身碟 突然會幫你格式化 可是問題是 我買了一顆行動碟 行動碟 行動碟 行動碟啊 什麼是行動碟 行動碟就是說 其實這樣有一些 你自己的電腦啊 如果說一言不夠 像這種東西 如果一言不夠怎麼辦 你再買一顆回來加 因為這種電腦裡面 有很多擴充槽 我可以裝上去的 我可以裝上去 但是問題是 裡面啊 它裡面啊 它的空間本來就是停碟的 它沒有辦法再去買硬碟回來裝 但是硬碟如果不夠呢 不夠了怎麼辦 你就可以去買 我當然不能買學生碟 學生碟 對 如果你要當硬碟這樣子用 學生碟還是很小 你可以買行動碟 行動碟 行動碟是說行動的硬碟 你可以帶著走 可是它的空間就比較大 然後我就買了一顆行動碟 好 那這顆行動碟 我就以為啊 它已經是格子化好的 所以我就裝上去 可是格子化 什麼樣都不能用啊 我就打電腦去給別人好吃啊 他就問我說 折制化過了沒 沒有 沒有 就沒有 然後它就沒有 就沒有啊 因為但是沒有 對我們來講 基本上是平常都忘記 好 那後來我又找不到去哪裡做折制化 因為我都不擔心 找不到我什麼折制化 那一顆擦到我什麼都看不到啊 我如果找到A 我是還可以折制化 可是問題我什麼都找不到 我什麼折制化 好 那其實如果已經通通到可以到這邊 可以到這裡 那我的電腦裡面 這邊有個管理 好 OK 然後它這邊有個直接管理 好 OK 好 同學請看這裡 它就告訴你 你這邊有一個低的直接分割 有一個低的直接分割 然後它們都有分割好的狀況良好 好 那像我那個行動碟掛上來 就會在這邊出現一個 好 E好了 然後它沒有 它是沒有那個 磁別分割的 那你就可以來這邊 好 按右鍵 做一個 做一個 磁別分割 它就會幫你去做 Formate 好 好 那這個是Formate的觀念 就是每一個 事實上是每一個 磁別片 都必須要做Formate 而且是 現在有一些 都已經幫我們做好了 好 那你如果是有東西的 好 所以事實上啊 Formate它可以幫你解決很多事情 齁 如果你的電腦的資料 不是很重要 好 然後你又常常出現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然後送了你什麼病毒 也已經 那個 很難救回來 好 那你就直接做Formate 它就會幫你說的 這個 然後變成全新的一個硬別 好 好 好 這個是直線 好 那這個我們現在也比較少用了 好 那我剛才講那個 硬別 好 這邊再講硬別 好 那這個硬別 好 它這個是硬別的界面 好 那硬別我們有什麼 這個是四五年前的資料 四五年前 好像隨身體也還沒有那麼流行 好 那但是我們這個一連四次的瓷列片啊 又常常不夠用 好 那有人就發明了一種瓷列 它可以一次放一百美卡 好 當時可能覺得它好大 好 四五年前的資料 好 那它就價值十塊十元的美金 好 那現在 雖然當時沒有流行起來 好 可是現在沒有人要做的東西 因為隨身體也隨便也做得很大 好 這個是以前的東西 好 那電腦就是這個樣子 十塊美金 三百多塊 一百美卡三百多塊 好 是沒有特別貴啦 但是 又長那麼大分一樣對不對 現在都學生寫到下一個 好 那這個是Paper Paper是長這樣 好 Paper是長這樣 好 那這個是CD-ROM 好 那這個CD-ROM指的是什麼 OK 就要講話 CD-ROM指的就是說 ROM是VED ONLY 我只能把資料讀出來 好 資料讀出來 然後像這個東西就是 READ ONLY 我不能把資料寫進去 好 那CD-R就是你可以寫進去 那我們說的 說的燒入器就是CD-RW 我可以READ AND WRITE 好 我可以讀進去 也可以也可以寫出來 好 那像這個CD-ROM 幾載快一點 CD-RW大概一千多塊而已 一千多塊 然後你就可以很方便去 去燒入資料 好 你看到ROM就是只能讀而已 好 那現在 現在都被DVD取代掉了 好 被DVD-RW 被DVD-RW 被DVD-RW取代掉 好 那因為DVD對CD而言 它是向下降容 好 就是DVD能做 DVD都可以做 那DVD會貴一點 但是我們通常會覺得很QQ 好 好 那 這個是DVD 好 那外表 那外表 在使用上沒有什麼不同 好 那 那在這邊在想到啊 資料儲存的概念 好 DVD 好 好 那其實這張投影片的重點 在跟你講說 好 我們 不知道什麼是檔案 好 像我現在 這個PowerPoint 就是一個檔案 好 一個檔案 好 那我這個檔案在哪邊 我這個檔案通通放在這裡 好 這邊有一個季風的計算機概論 好 那那個季風的計算機概論 就是一個資料夾 好 那這個資料夾裡面 它放了11張的投影片 好 總共放了11張的投影片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檔案 這是一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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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當然我都是這一本書的投影片 我就會放在一起 好 那所以說 它這一張投影片 只是在告訴你說 你的資料啊 你可以分成 Program Files 好 那什麼是Program Files Program Files Program Files 就是說 層次的檔案 好 那層次的檔案 跟資料的檔案 你要區分 好 Program Files 跟Data Files 你要區分 好 那Program Files 像我剛剛給你看的 就是Data Files 我的資料檔 好 那層次檔是怎麼 好 層次檔像 我們來看我的電腦裡面 好 我的電腦裡面 好 我看一下 我的Program Files 都在這裡 好 那就像說 好 我今天啊 我的Skype Skype 在這邊 好 這裡都是跟Skype 有關係的 這個是程式檔 好 那這個程式檔 你好像不用去特別規劃它 因為 你在安裝程式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這樣子設計 好 那你看這個Apson 我這邊有裝一台Apson的硬腳機 它就放在這 它就放在這 然後呢 這個是MSN 放在這裡 好 那我的Data呢 好 我的Data 至少我可以放在 譬如說我的文件夾裡面 好 然後像這個 我在 有接收的檔案啊 然後有什麼 它在專門 別類去管理它 好 它在去管理它 好 它可以說 這一張投影線裡面 它寫的意思就是說 好 好 我們先來看 它說 Ciles are always named 檔案都是有被命名的 and it can be organized to can be organized into directory 就是說這些檔案 都是可以被整理到資料夾的 好 那你相同性質的檔案 應該要被整理到相同的資料夾 好 那它就說很像是那個 一個櫥櫃裡面 有很多投影一樣 好 你會襪子跟襪子一起放 好 內衣跟內衣一起放 你會把襪子跟內衣全部放在一起 好 那也就是說 跟圖書館是一樣的 圖書館書那麼多 那圖書館要怎麼管理 當然要去把書分類做管理 好 書要去分類做管理 好 那你的電腦裡面的檔案也是一樣 好 你要去分類做管理 好 那當然 我們該去把現場 當然有很多人覺得都會唸到管理 好 那你如果去那個管理學院推薦申事的時候 啊 管理學院嗎 不是有玩家人說 欸 台大也有管理學院啊 好 對不對 陳大也有 陳大也有管理學院 不是打學院 管理學院 好 謝謝 管理學院 哪個學校都有管理學院啊 他們要上廁所 然後到這個 好 OK 好 那台大有啦 我先講好 我先講台大的學院 好 OK 好 講清楚台大有管理學院 你覺得那個 你覺得那個 現在在管理學院念書啊 那個老師啊 你會覺得他有一點貴嗎 就是說他 呃 譬如說你印那個 投影線給他看 就是你裝訂啊 有業術 你都要有業術 好 然後裝訂的時候 你印投影線 那他投影線可以印講 動力 好 那印講力 好 就反正你的資料 你必須要整理得非常好 然後你報告的時間啊 時間都要抓得非常的平準 好 時間都要抓得非常清楚 不曉得這不是學管理的特點 好 所以那種 你就會覺得那些管理的概念 其實他都附入在他的題目裡面 好 那所以像你以後再退真的 譬如說像你如果是藝術方面的 他可能是在電話中間 可是你如果知道這種系 我覺得那些老師 長久以來做的那些 這種教育 他真的都 那些東西都引走 跟他的生活很重 所以那些什麼時間啊 三分鐘就是三分鐘 三分鐘就是三分鐘 這樣的 其實會控制得很好 就是 然後資料也都是整理的 你要整理得很整齊給他看 你那個握得不能 不必要業術的 不必要業術 那你做完了怎麼辦 然後要訂 要訂得很整 這是關於學院的特殊 好 將來如果 有所謂的 要是關於學院的話 你要 反悟到自己 關於學院的話 欸 不要講話 不要講話 安靜安靜 尊重老師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好 不要講話 但是啊 我想了這麼多是故事 你也被他快 還蠻雜雜雜 你很拜託 好 那我們再講這個 資料的形態 好 資料的形態 好 那資料的形態啊 欸 他說檔案是可以匿名 可是我們匿名通常是前列的部分 好 譬如說我現在我要一個 走頁 我的走頁叫做 一對 檢台去記憶 對 這個叫做檔名 檔名你可以自己決定 好 譬如說我一個履歷表 好 檔案 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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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你根本沒辦法去改它 你用Word的答 它就會提升-DOC 像這張是Chapter 2 Chapter 2-PPP 這是一個投影片 它就是已經剛已經好 這個檔子已經沒有辦法去解決 然後它就說 這一張它是在講態度 我的檔子就是檔案的態度 檔案的態度 The Type of Data Files 一台電腦裡面的檔子 可以被分為 123456 六大類型 第一個它說是Comp Compiculation Files 這個是一些主態資料檔 這些東西是電腦裡面的 一些可以讓電腦正常工作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基本上 已經不會去創造的 那如果我要找到這些檔案 我可以從檔案總管裡面去找到 好 好 像我現在如果要找一個檔案 搜尋檔案 好 我要找一個 那個 Config檔 好 那我可以找 找那個 所有的檔案 好 那我現在我要找 D 欸 在電腦裡面是在兩偶人 好 那我現在只要 我如果要找點Config檔 我就這樣子找 好 不管它前面是什麼檔 後面一定是點Config 那我就可以這樣子搜尋 我就可以找到一堆Config檔 好 Config檔 好 你看這個就是一個Config檔 好 你可以這樣子找 好 那另外啊 這個資料的類型裡面 我們還有Catsby 好 那這個Catsby就是那個 文件檔 好 那像-Doc 就是一個文件檔 -Tx 它也是一個文件檔 好 那這個是圖形檔 那圖形檔 像-JPG -GIS 就是一個圖形檔 好 那Beta Base 我們比較少用 好 那像學校的資料庫裡面 就有什麼Beta Base 好 學生的基本資料 這是一個資料庫的檔 好 那這個 South file 聲音檔 好 聲音檔 好 那最後一個是Beta File 我們會做備份的備份檔 好 這個是資料的形態 好 OK 好 那這邊是檔案的命名 檔案的命名 好 那它叫你檔案的命名 好 這樣子 欸這個課本 你看課本一定要這樣寫 好 課本不能假設說 欸不能假設 每一個人通通是只用這個的 也有人可能是只用這個賣金卡 就是蘋果電腦 好 那它這邊是在講 蘋果電腦的命名方式 好 那這個是我們用的系統的命名方式 那我們用的都是這種嘛 好 那 那 這種東西它說你在命名的時候 你的檔案名字裡面 不能有這些符號 節電反節啊 冒號 金號 問號 這個 雙語號 大語小語 還有這個符號 都不能被使用 好 我們通常不會那麼無聊 就用這些檔名 好 怪檔名 有那麼多英文字可以使用 應該不會用到這 好 然後再倒數 命名檔名的時候 the character 好 這些characters 不能被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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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檔名 這個是檔什麼東西點 INI 然後這個是資料夾 好 你可以製造科技的資訊 而且你可以製造科技的資訊